所谓中产阶级 他们有一个小公司 爸爸妈妈都蛮年轻的 因为他还有一个弟弟 今年要上大学 妈妈就讲说 我儿子很乖 但他平常不讲话 请注意不讲话 没有任何花费 你会发现他没有什么 就是只有一个手机 但没有什么穿名牌 或者没有 消遣娱乐 手机费用只有300块到400块 不出去 没有任何花费 看起来 一般来没出师的话 看起来是乖孩子 在东海大学 你知道之前念国防大学的时候 是不需要学费的 所以他也不太花家里的钱 到了东海大学 其实基本他也住宿舍 所以你知道他的父母亲 忽略到什么地步 他那一天 人应该在东海上课的 所以当警察打去的时候 他妈妈说绝对不是我儿子 我儿子在学校 不可能 结果妈妈是打到东海 请他们去宿舍找 不在 才知道说儿子根本已经来台北 而且杀了这么多人了 那现在的状况是 你知道爸爸妈妈 我必须讲 当然我们也很同情这对父母亲 因为你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东海都发声明说 我们不会切割正结 正结是我们一家人 是 这个大学都敢这样讲话 你父母亲讲句话 你不能说我愿意代替大家受这样的罪 你总要去面对 你知道这几天因为正结的问题 没有人际关系 没有什么朋友 没有交过女朋友 跟今天另外一届大学生 22岁加州大学一模一样的情形 罗杰22岁 你看一下 这个男生 圣塔巴巴拉这一个地方 这好像会传染是不是 这种事情 还有 这是非常符合我先讲的 加州滥杀 死七个人 然后其中有两个是台湾的学生 所以先跟正是一个台湾学生 两个是大陆的学生 但他在宿舍就先杀这三个人 他的室友 对 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 你知道最近这几件事情 大家为什么那么惊恐 以前我们讲到杀人魔 都会觉得说 他该不会就来自担心家庭 破碎的家庭 小时候受虐 或者家里很奇怪 有没有 都是变态的 可是你现在看这几个孩子 你看正结 国防大学 东海大学 小时候学跆拳道 然后爸妈都会借送上下学 都会给他零用钱 不就是我们家里的孩子吗 那你再看看这个罗杰 他的爸爸是 《饥饿游戏》这个电影的副导 在好莱坞还算是赫赫有名 他出门 他们出去旅行 坐的是头等舱 开的是好车 吃好的 住好的 睡好的 没有那么好的学校 22岁 只是因为他要去 教一个金法的女生 他想要去追求那女生 那女生就是不愿意 所以他就先录一段影片说 他气这些女生 为什么你们都看不起我 所以我要杀光你们 好 想拿来 先把三个宿舍的同学杀了 再杀了路上的七 四个人 这就是我们家里的孩子 是正常的孩子 怎么会这样 来 我们问一下明明老师 明明老师今天 特别从美国回来 对不对 明明老师你现在在纽约州 做犯罪心理学的资商 20岁上下的犯罪 20岁上下 青少年的 老师 老师 这个症结 看似一个正常环境长大 就像刚刚孙梅讲 他可能 他如果没出事的话 他可能是个乖孩子 他可能甚至比我们自己家里面的孩子 都还表现得好 是啊 那他想做一番大事 但是他的大事怎么会是杀人 他们的情绪来自于哪里 那这我们做家长的该怎么办 其实这种的案子 在国外就一直都有在发生 对 在美国一直都有在发生 那么他们的特色 基本上也都是差不多 就在20岁的时候 他们会去杀人 那么有一个最大的案子 全美国都知道杀最多的 他是在1960年代 他就开始杀 他那时候也是大学生 他是法学院的学生 那么他报了一大堆书 然后他看到哪个女生 他就把东西故意掉在地上 让这个女的大学生帮他拿着 一起送到车上去 他把他拖上车 是用很残酷方式杀掉 他承认了28个 但是估计他可能有差不多40个杀了 他从20岁杀到40岁 那么他 没有被发现 没有被发现 他自己招了28个 招了28个 那么他们就是说很多 可以说从60年代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发现 有这种类型的人 这个是法学院的学生 而且超帅 你上网都可以查到 他的名字叫Ted Bundy B-U-N-D-Y Ted Bundy就是一个非常帅的大学 那后来为什么他要杀人呢 他的心态 后来他在死前的一天 他是1989年被判死刑 1月24号判死刑 他的死刑前一天就等于23号 24号的时候他见这个心理学家 25号就被杀掉了 他在24号的时候 他跟心理学家所有的对话 都放到网上去了 因为给大家看 一个心理学家怎么样分析他 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他们把这个虚拟的东西 跟真实人生混在一起 混淆 所以我觉得 这个治安会一直走下去 为什么 因为太多网络 太多虚拟世界的网络电玩 电玩游戏 让很多的年轻人 把那个虚拟的跟那个 真实人生都混淆了 所以他可以好吃好 所以他不知道 他以为还要站在网络里 玩那个电玩 他自己是主角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在那个案子 杀了快要40人 那个Ted 他的心理学家是这样说 说他是那个 把fantasy和reality 那么现在的网络 就加上虚拟世界 他是在13岁的时候 他承认 他跟心理学家讲 他看了很多 儿童不该看的东西 这个是很严重的 老师 儿童不该看的 就是18禁的刊物 对 色情的 暴力的 所以他把每个女生 都是用很奇怪的方式杀掉 当然也强暴也什么的 他就是用很 还之前很残忍的 所以说他 这个是把 美国人也吓死了 这种案子 我主案 我为什么取这案子 因为它是个经典 是专家们在研究犯罪的时候 经典的案例 而他今天跟很多案子都是相同 为什么 他们把虚拟的东西 跟真实人士混在一起 你算还没有痛苦 他坐在监狱里 他还以为他自己是电动的主角 对 他的死刑也是电动的主角 也没什么 所以才说郑姐这几天 在看守所不就是好吃好睡吗 好吃好睡然后发呆 对 而现在的家长 都对这个孩子近看 他觉得孩子反正要长大 我让他早点看没关系 而且我记得有些小孩 家长很奇怪 他打电话 他call in进来的时候 当时我在台湾 他说我的孩子 怎么不听话怎么不听话 他不让他过马路 他怎么不让他跑出去 我一直打他一直打他都懂 结果他一下子又跑出去 我就问他说 你的孩子几岁 家长很奇怪 他认为两岁都应该要成熟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的家长不是坏 不是错 而是家长不知道 有儿童近看 要遵守这个规则 那每个学生 大概十个有十个 都在打电动 现在所以说 我说治安一定一直要坏下去 其实一年前 我打算到台湾来 准备出青少年犯罪的书 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 有点懒惰 不想要这么写 写案子很辛苦 我的颈椎也不太好 结果就真的就已经发生了 我还没写出来 我还没全部结完 那这个做父母的 我们就是严格禁止 小朋友不要接触这些 是该禁止的还是要禁止吧 来 先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好 来 人生难免会有挫折 每个人有的时候 也会玩一下电动玩具 他在这个虚拟的人生 那个世界里面晃一下 但是那个负面的情绪 进来的时候 人就会有心魔 然后我觉得这边 要请教维安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如何让十二星座的人 让他们有方法 可以远离心魔 好 如果你的家人 好朋友或是同事 他们现在正在低潮或忧郁 也许是失恋 或者是生意失败 或者是一些小挫折 那我们身为朋友的他们 可以帮助他们的 迎向正面美好的人生 因为你帮助别人 鼓励别人也是要用对方法的 比如说如果你的好友 或者你的家人 他是太阳上 在水瓶 狮子跟射手 这种基本上还蛮阳光 但如果偶尔心情不好忧郁 你就是带他出去认识朋友 这三个原则性很低 所以你把他带到一个热闹场合去 大概不到十分钟 他就跟着音乐嗨起来了 他很会融入环境 那这三个就是在家里 沉闷是不行的 所以有这些朋友 你就要带他出去玩 去交朋友 然后去做你们以前喜欢做的事 做一些刺激的事 强迫他出国买机票 反正就把他丢到人群当中 这三个就会越来越开心 然后帮他报名很多的学习团体 就是逼他去就对了 他们只要接触到人 慢慢就会融化 然后心房就会卸下 然后心情就会保持愉快 如果你想帮助的对象 假设他是处女的 双鱼的 跟巨蟹座 他们比较情绪敏感一点点 很害怕受伤害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 一定要听他讲 千万不要打断他 或者是处女双鱼 巨蟹找你诉苦 就到最后变你再跟他诉苦 那他也会觉得很闷 不好意思就默默的回家 所以这三个就是要听他讲 虽然他们讲的都很漏漏的 虽然他们讲的都是重复的话 虽然他们讲的都很无聊 但是你就要耐心听 还要有同理心说 真的 我真的觉得你好可怜 要同情他 比如说他三个跟你说 我觉得我好可怜 你不要说你才不可怜 你去看看非洲二肚子的孩子 这总是不行 你要顺着他的情绪 顺着他的毛毛 说有同理心 身为一个妈妈 你真的很付出 你很辛苦 什么什么之类的 老师 你这样讲 我们这样顺着他 问题他一支 那他一支重播怎么办 你还是得让他重播 跳针加重播的人生 对 是 没办法 但是他疏解是可以抒压的 而且你要陪伴他 像这种是要陪在身边的 而且是要打电话的 是要传简讯的 是要每天赖他 然后告诉他说 我们都支持你 随时随地让他感受到那种 像小婴儿的照顾 吃早餐了没 我给你送过去 让他觉得自己有被保护的感觉 你不要一天到晚 老是要戳破人家 人家在低潮期 你也要多宽容一点 对不对 那如果是双子 牡羊 天秤 比如赌林哥 假设心情不好 你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第一次要同仇 独泰的生意 所以一定要这样子 对 比如说 赌林哥假设正在骂某个人 我千万不能说 那个人我觉得他也蛮好的 对… 不可以这样 对 不可以这样 很生气 我超不喜欢这种 我也是 我牡羊座 你只要讲一句 我心情就舒服 就不会那样 你猜你是什么好人 对… 对… 他有时候也还可以 就好像这样 但不能这样 这样状况不行 我们更生气 更生气 你说得好 烂死了 烂到谁 你自己在跟他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 他真的好烂 对… 他说对 我早知道他就是贱货 就这样 就是狠狠的 就是投仇敌忾 假设他骂老板好了 那其实你知道他不会离职 你就跟他说对 老板都这样子 都剥削员工 就是要跟他骂 反正他也不会做出什么糟糕的事 先投仇敌忾 顺他意 拿气发完之后 接下来他会想做一件事 什么事 可能是说我想去吃饭 我饿了 或者是说我想去看电影 那这个时候你就陪他做那一件事 他心情就找到来 就没事了 对… 事情就过了 就过了 就过了 我跟我老婆巨蟹座 我牡羊座 我每次都有心魔 我老婆就是跟我唱反调 让我心魔越来越滋长 全天下的老婆一定是唱反调的 这跟星座没有关系 而且这三个星座 如果他跟你诉苦 千万不要分析 比如说他跟你诉苦说 我今天工作好累 其实只是工作累 你不要跟他分析说 我跟你讲 现在失业率节节上升 你都要6.89 然后你能够有这个钱 缴房贷已经很了不起 而且你应该用感恩的心态 感谢上帝 你知道我人要正面 对不对 缘起缘灭这种事很难讲 天哪 不要用大爱的态度来对待他 所以就是不要分析 不要评估 就是跟他骂 骂完以后 他就会想去做一件 比较孩童的事情 比如说他会说 好 不讲了 我要睡觉 好 睡觉掰 或说好 不讲了 我要吃饭 好好我陪你去吃饭 陪他做那一件开心事就好了 很简单的 那天蝎 金牛跟摩羯呢 那种轻到家的呢 这个要给他 他们看起来不需要支持 但其实很需要 但是他呢 跟以上9个不一样 他不需要天天陪伴 也不需要天天打电话 你只要表态一次 他就记得 比如说天蝎 金牛 摩羯 伤心了 你就告诉他说 好 随时随地呢 有事情找我 好不好 那就这样子 让你自己照顾身体 给他一个安定的 然后你就离开 让他有空间思考就可以了 是 自从发生这个捷运事件之后 我其实现在所有的人 坐任何的交通 就大众 大众运输 都呈现一个 以前大家都拼命滑手机 现在大家把手机放下了 一直在观察 坐旁边的人 是不是属于危险人物 你懂得分辨吗 黄老师要赶快教我们 如何来辨识一下 尤其是有哪些特征的人 其实他其实是真的很危险 但是我们真的看不出来 真的潜在的一些危险人物 它的长相特色 那观众朋友要注意看一下 我从这个危险指数低的 看来超的来看 比较低的是手上有一个线 手上有一个线叫做 伤害纹 什么叫伤害纹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这是生命线 里面有一个贵人线 这个贵人线 如果有这样穿出来的这个线 就叫做伤害纹 就是他会去伤害人家 不是伤害自己 是伤害别人 那原因呢 因为这一代都是代表健康 或者代表家人 就表示说 他因为是家人的因素 家庭的因素 他觉得不平 怀恨在心 结果看人家看不顺眼 结果可能是一个小真植 他就会去伤害 用刀子或用什么方法 去伤害人家 那么这个伤害的时间 甚至可以算得出来 因为在我们的手上 这生命线可以计算 大略的年纪 这边是年轻 这边到中年 到这边老年 那你看这个地方 交叉的位置大概 例如说这可能是20几岁 这可能是三四十岁 大概的年纪都能够算得出来 好 这个叫做伤害纹 但是这个我们在捷运上 是不可能把人家的手 拿出来看的啦 这时候我们可以 有啊 他这样子拉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观察一下 那你也不好意思 教他这个捡起来看 那下面就比较好容易看了 来 来咯 好 这个还是再高一点点 这最严重的是下面两种 这是高一点点 就是刚才我们刚提过的耳朵 的轮非阔反 轮是指这个地方 阔就是指里面的这块肉 那么这一块软骨 一般是略略凸起来 尤其现在年轻人 都会略略凸起来 这没有关系 略略凸起来只代表 他比较外向 比较会讲话 这个是好的 不要这样突到太严重 甚至比这张图 还要再严重突出来的 从正面为主 正面看过去 这个突出来的 叫做所谓的扩反 扩反就是最明显的 就是叛逆 就是我故意的 故意我不听话 老师讲的 父母亲讲的 我故意要相反去做的 那这个相反 可能是很小事情的相反 比如说我故意不吃饭 我故意晚上晚回来 但是严重的话 可能他就去伤害到人家了 真的 就注意一下 或者他一定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故意叛逆 让人家看得到 好 下面最严重的是 下面这两个 这两个包括我们看 所有的报章杂志的那种 作奸犯科的坏人 几乎不是眉毛的问题 就是眼睛的问题 几乎都没有跑掉 这一次症结 第一被抓到时间 后来媒体一直分析说 他有下三百 对 对 我们先看这个症结好了 就是包括所有 几乎都是眉毛跟眼睛 你看以眼睛来讲 这是下三百 对 那眉毛你注意看 他的眉毛 这个地方他受伤不快 因为那天他受伤这个地方 你看他眉毛这地方 浓浓断掉 很稀疏 稀疏 突然前面浓 年纪这么轻眉毛 这么稀疏 是不是真的很不意见 这是他当天 这是受伤不算 我是他眼神 眼神 还有这个眉毛你看 就是这么一截 后面都不见了 就一截就后面就没有了 老师你在看这一个 这AKB的这个 这是日本的 这一次二军伤害的两个团员 这一次三百 梅田屋 这也看来不然是乱包 是啊 你看二十四而已 而且你看这基本上 都没有三根 三根全部陷进去 没有三根 因为三根表是什么 就全部听下去 就遇到挫折 他没有办法去恢复 三根低的话 遇到困难 他会去克服它 会去努力 是是是 撑过去 好 我再一个 这也是我们台湾史上 很有名的几个凶手 哎呦 这个一个是 林春生 一个是高天明 注意看一下 你看一下高天明 他的眉毛 你看这边一定是断掉 然后是三白眼 这林春生 你看他的眉毛 经常怪到这种程度 是 中间都是断了 或者没有了 或者炸了 是 几乎都会是 在这两个地方特色 好 所以我把它整理出来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图板 是 你注意看 眉眼之间有问题了 这个你坐在你的隔壁 好 接一旁边你就小心 我们在后头 还有非常高的危险指数 80跟90%的 我们广告做回来 马上教你看 好不好 来 伯特命 我们看不出来的 危险人物的面相 就是眉毛跟眼睛 你就看出来了 好 以眉毛来讲 眉毛前隆后乱 这样的前隆后乱 我们刚才看的几个照片 也都是这样 或者眉毛就直接断掉了 最明显 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 然后自己眼睛呢 不是三白眼就是四白眼 三白就是三个白 四白就是四面白 四白又叫做羊的眼睛 羊眼 眼球很小 眼珠像这种 其实有时候你看这种女人 她还满有吸引力的 还满有魅力的 但是就是她怀恨在心 有事情她有不平 她一定要报仇 一定要报复 甚至手断毒辣 注意一下观察这种人物 好 来 接着美玲老师 就来帮大家进行一个 林珠的占卜 大家一起来 在未来一个月 我在哪方面会快乐四神仙 我们看完负面的 也要想想快乐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第一组是三颗对四颗 第二组是三颗对两颗 第三组是三颗对一颗 第四组是三颗对五颗 第五组是三颗对六颗 来 明明老师 5 5 好 我选1 我选4 好 我选3好了 我选5 好 那我们比较快速一点 我也是5 我选4号 橄榄 橄榄 是一场出现 对 好 那我们先从3号来看好了 3号没有人选 我们看看3号呢 观众朋友选3号的是 会有哪一方面呢 会快乐四神仙 而且我们来看 这个是工作方面 生存方面 就是说你为了来做什么 你所做的都受到你的长官肯定 也受到爱戴 所以恭喜你会有这个升官的运势 那我们再来看看呢 这个是4号 我们看看4号会有哪一方面的好运气 会快乐四神仙 这个在哪一方面 就是人脉方面 恭喜你 你想要得到资金 或想要得到资助 想要得到贵人 在这个时候 你的业绩各方面都会增加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在哪一方面 我们看看1号 1号 我们看观众朋友选的这1号 在哪一方面能够快乐四神仙呢 这个是在爱情方面 而且这个是非常好的 这个你的爱情 在这1个月是加温的 而且你正在密恋的人 这1方面能够很加强的 我们再来看看 在哪一方面 选择2号的朋友 在哪一方面能够让你快乐四神仙 我们看看 这个食不太起来 这个是在你的健康方面 这个在健康方面 这1个月 你的各方面的健康 都能慢慢慢慢的康复 也能够碰到好的医生 然后你如果有睡眠不足的 或各方面都会慢慢修复 就要恭喜你了 好 那我们看看 这个5号最多人选的 我们看看这一个 在哪一方面能够加温 能够快乐四神仙 这非常好 这财富方面 其实这个财富都非常非常的好的 现在很多人的烦恼 都来自于财富 所以你当你的财富忘的时候 你各方面都会好 有了财富之后 我们当然最重要要好平安 观众朋友可以在 我们的命运好好玩的 官网的粉丝团免费下载 好平安的福袋 亲密动作要快 真的 出量有限 最近我们出出路路 好平安给他挂在胸前 是吧 大家有更安心 来 谢谢老师 也要谢谢来宾的分享 谢谢平民老师 是 也要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别忘了下次推荐 今天请准时收看 命运好好玩 拜拜 大家好 我是维安 明天5月28号的新作仪式 到底如何呢 赶快来提醒你 有三个新作仪式非常旺盛 在这边要恭喜你了 首先要恭喜天蝎座的朋友 桃花运大开 而且所有的不愉快 都一扫阴霾 摩羯座的朋友也不赖 在财运方面相当亨通订单 还有业务量都会大大增加 而双羯座的朋友更是好运当头 在感情方面可以甩掉 好业的烂桃花 不过三星座仪式弱了一点 在这边要留意了 职业座的朋友要特别小心 在情感上 另外一半没有太大支持你 而四星座的朋友更是要注意 在钱财上容易有破财损失的现象 而处女座的朋友 花钱方面有点没有节制 在这方面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另外一位新作系列数字 和颜色在这边提醒你 火象的朋友是咖啡色系列 最佳数字是6 土象的朋友是灰色系列 最佳数字是2 风象的朋友是黄色系列 最佳数字是3 至于水象系列的朋友是金色系列 最佳新的数字是7